現在還有沒有期望年代 因為大家都出去了唱期 我知道我身邊的朋友 我慶幸自己推出的作品當中 麥花省這個地方 是跟觀眾的距離比較近 這個場地給我感覺氣氛是 比較近 可以互動多一點的地方 旺角這個地方帶給大家的感覺 比較隨意和輕鬆 難得在這個場地做表演 我覺得應該好好利用這個場地給大家的感覺 我會比平時的表演多一點互動 好像朋友一樣 我會應用這次的表演 我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 我們終於可以很近 過一晚 真的太久沒見了 有網民留言說要報復色體秀 因為7月份和6月份都有很多演唱會 我覺得很熱鬧 現在還有沒有期望年代 大家都出去唱期 我知道我身邊的朋友 平衡自己推出的作品當中 有真的不少 或是很幸運 做得住打歌的 在K房都會 類似排行榜 大家都會很支持的一些歌 這件事是真的溫暖的 有時走一些小店舖 我都有聽到東京百貨 最近真的有一次有聽到 我自己在街上經過走過一間堡貨 那一刻有點無管凍 有些感覺 現在走過也會聽到 真是假的 其實每次唱都有不同的感覺 有些歌手會覺得 唱自己的歌 可能唱了三百次 就已經 最好不要再唱了 但我又沒有這種感覺 我還是會 每次唱都會很開心 最重要是 我會覺得 觀眾想聽的話 就會更加開心 我想好像是紅酒一樣 越來的時候 他的故事越多 因為這首歌 經歷的事情越來越多 最近聲聲不息 很感謝李先生 李克勤和Bibi 周不暢 他們都翻唱了 激活了這首歌 再次激活 即是被Semi激活完 再次被他們激活 都很感動 因為他們的演繹 是一個類似 更激活的樂隊 因為有很多演樂 管樂 去編排這首歌 《紅綠燈》 這首歌好像沒試過 有這麼激活的音樂底 去被演繹 所以很感謝李先生 和周不祥 《紅綠燈》 教員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